讲到大卫就是 首先是没有去打以色列 然后在这边又 另一面又征服了亚马利人 那我们还有最后一章 最后一章 就讲到扫罗的结局 我们再回过头来 从29章 把这个 所讲到的事实 我们大家再简单过一遍 并不复杂 但是我们可以稍微 回想一下 到了之前的第28章 结尾的时候是什么个情况 或者说27章 28章是讲到扫罗 但这个29章是从大卫开始讲 大卫之前是因着 躲避扫罗的追杀 就逃到了非利式人那边去 对吧 然后他在那边就做了 等于说是做了像 护卫或者是 就是在非利式人的那边 王的手下做事情 那这里后来就面临了一个难处 这个难处就是非利式人 现在要去攻打以色列人 攻打以色列人 大卫就面临着一个非常 非常围乱的处境 他一方面他如果不去打 那恐怕非利式人也不会放过 那他如果要是去打以色列人 那他以后也就没有办法 再回到以色列去了 那也就更不谈不上做王 什么的 所以这个时候大卫实际上 是出在一个两难的选择里面 是很难的一个困境里面 但是我们就看这个29章 我们就看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神是如何的有一样一个主宰 他是如何的把大卫带出 这样的一个为难当中 并且不仅带出来 而且我们后面还看到 还有神的预备 所以我们就看到 这首先就讲到 非利式人去打以色列人 大卫本来是跟着 非利式人往前一起去打以色列人 但是这里面 这个非利式人的首领 他就不愿意让大卫跟随他 他觉得大卫毕竟还是这个 以色列人 好像觉得他在这里也许 会不会是这个成了我们的对头 但这里面讲到说 恐怕他在镇上成了我们的对头 所以这个非利式人的首领 就因为这件事情 他就怎么样 他就不让大卫参加这次战斗了 就让大卫回去 他也知道这个大卫是很有名的 这个扫罗撒死千千 大卫撒死万万就是指的大卫 那就怕大卫呢 万一在这个打仗的时候 倒戈一击 对吧 反过来去打这个非利式人 那他们受不了 为了避免这种风险呢 就让他回去了 那我们看 那这里这个雅吉呢 就是说实际上大卫呢 自从来到这个非利式人军中以后 没有做过什么恶事 前面那个其实也有记载 前面在这个前几章 27章左右的时候 已经也是提过 说大卫没有做过什么措施 一直都是比较忠信 那在这里呢 但是这里面我们就看到呢 耶和华呢 接着这样一个环境 接着非利式人首领的这样一个不愿意 就让大卫避免了这样一种危难 所以说大卫呢 这个到后面就讲到说 雅吉就对大卫说 我知道你是也是好人 首先说大卫是本身没有问题的 对 但是这里面呢 就是接着耶和华的这个主宰呢 大卫就跟大卫说 那你就回去吧 明天一早晨你天一亮就回去 那大卫呢 于是大卫就跟就跟那个和跟随他的人 清早起来就回去了 那非利式人呢 就继续去打以色列 这张不长 那主要我们还是看到 我比较有感觉的就是说 那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两难呢 或者在一个非常为难的处境的时候 我们自己可能想不出什么办法来 像大卫我想 凭他自己可能也确实想不出什么办法 怎么做都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确实就是要依靠神 神在这里 神是一个主宰 他就用一个大卫 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的办法 让他就没有避免了这样一次为难 就没有去攻打以色列 但是呢 反而我们再看看下一张 反而神有什么样的预备呢 他不但没有去打以色列 反而啊 在这里遇到了亚玛丽人 这个亚玛丽人呢 实际上就是 掠走 那个裸掠走了大卫的这个妻子和孩子 我们看到把这个亚西暖 还有亚比该 两个妻子都被掳去了 然后不仅有大卫的 还有其他人的这个妻子啊 儿女啊都被掳去了 那我们又一次在这里 其实还能看到 我觉得是神的一个主宰 大卫如果不回去的话呢 他也没有机会去救这些 他要去打以色列的话 他不可能就再去救 去打亚玛丽人 去救他的妻子孩子 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 神又一个主宰 把大卫不仅带离了这样一个 为难的处境 并且给了他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呢 就让他去打这个亚玛丽人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卫呢 就去追 我有一个点 我觉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你看大卫在这样 大卫甚是窘疾 那这肯定是窘疾 为什么窘疾呢 一方面 家人孩子被裸走了 另一方面 这些人还很生气 众人各为自己的儿子和女儿 混里苦恼 然后要用石头打大卫 对吧 甚是窘疾 在这样一个急迫的情况下 我们看大卫怎么做的呢 他还真没有 马上就去追 对吧 他还怎么样 他还特意让这个 亚西米勒的儿子 祭司 亚比亚 对亚比亚说 你把这个以复德给我拿过来 以复德就是这个祭司 穿的这个外套啊 像个 衣服 跟神 这个祷告交通时候穿的 你看他在这么急的情况下 他还没有着急 他还是把这以复德拿来 然后再问求问耶和华 非常郑重的啊 求问耶和华说 我能不能 我可以追赶这帮人吗 我追得上吗 那耶和华说 你追得上 你一定能救得回来 这个时候大卫才出发 这点也是让我们有感觉 就是 有时候我们着急了 好像就觉得说 再跟神祷告一下 是不是耽误时间了 我们在这里看 其实神是主管 跟他的祷告 实际上是非常重要 如果神又是跟他说 你不要去追 那他去追也追不上 所以说我们看 看到这里大卫实在是 在这里面还是一个 依靠耶和华 这样一个原则 后面呢 大卫带了四百个人 带了六百个人 那么 到了这个比索西呢 就有人留下了 留下可能就比如说 追不动了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原因 后面呢 往前追赶又有二百人批乏 就停在这里 然后 sorry 这个有二百人批乏 有二百人批乏 那还有四百人往前走 然后这里面呢 后来呢 就遇到一个埃及人 我的感觉 这个埃及人可能 也是神主宰让他们遇到的 遇到这个埃及人 他们就给了埃及人一些吃的喝的 然后这个埃及人呢 就带他们什么呢 就带你 带的 把他们带到了 那个亚马利人的 那个营地那边的 然后这个时候啊 大卫就把击败了啊 用四百人击杀了 这些亚马利人 把棋子儿女什么都救回来了 然后我们看到 不仅如此 还把这牛群羊群呢 其他的很多东西都掠过来 嗯 然后呢 有一个点 我觉得还是可以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想一想啊 你看这个 有二百人是没有去打仗 他们好像是留下来 去看守一些这个 这个什么粮草啊 或者是一些工具之类的 他没有上前线 等于说是后勤补给的这种 但是大卫在这个 分这个战利品的时候啊 也分给他们了 当时有人不同意啊 我们看 你看这个人说啊 有些就是这些人 没有与我们同去 我们这个财务就不要给他们了 只将他们的妻子儿女给他 这个好像我们听起来 也觉得好像是make sense的 就是说你没出力吗 你干嘛要凭什么分呢 我们是这个 拼了命冒着生命危险 打下来的东西 对吧 那我把妻子儿女还给你们 这个就 就是说已经尽到责任了 但是大卫没有这样讲 大卫是这么说的 你看他说 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 你们不可这样处理 因为他保守我们将 将这帮来攻击我们的人 交在我们手里 所以到这个点就能看出 大卫实在是特别清楚 在这件事情 他很清楚是耶和华 是前面祷告 穿着以复德祷告 耶和华把这个敌人 交在他们手里 所以既然是耶和华交的 那我们这个战利品 也实际上讲 也是归耶和华 不是归他的 所以说他也不能 就是决定给谁不给谁 就按照一个 耶和华的这样一个原则 那在这里面 其实这个圣经 我们就恢复北圣经的 串珠在这个地方 还串到了这个约书雅记 22章里面也讲到 就是把夺回来的东西 与众弟兄同分 所以我觉得这实际上 可能也是一个神的一个原则 就是说包括前线的 包括后面 哪怕是上餐厂的 甚至于说没有上餐厂 在祷告的什么的 其实都是在这个战争中 是在神看来是一样的 因为都是神在打 我们就看到这里面 有一个神的原则 那后面呢 他这个大卫就继续的 把一些礼物送给其他的 其他的人 这前面这个29和30章 主要是讲到大卫 主要讲到大卫 最后一章比较短 但是呢 是讲到扫罗的结局 扫罗是也是贯穿 我们这个萨姆尔记上的 一个主要人物 那到这呢 扫罗其实经常讲 就来到了他的结局 扫罗的结局呢 我们简单说来是很悲惨 他跟菲利斯人打仗的时候呢 包括他和两个 他的三个儿子 都可以说是战死沙场了 但扫罗因为不愿受屈辱 实际上等于说是自己 自我了结了 就是没有让菲利斯人来杀 他因为他不愿死在外邦人手里 所以说到这一点呢 他和他的三个儿子就都战死了 后面呢 主要就是讲到了一点 他的就是说 你看他的尸体被钉在城墙上啊 然后头也被割下来了 就是说实在是非常的悲惨 然后 直到最后是 有人把他的尸体给这个 捡回来给那个火烧了 然后是这样 所以说这个这一边 主要就看到扫罗的一个结局 还有他儿子的一个结局 尤其是他这个 这个约拿丹 我们曾经提到过几次 约拿丹还分 跟大魏实际上是 有不少的交集 而且他跟大魏实际上是有机会跟随大魏 那后来呢 他最终还是没有跟随大魏 然后那这个这个地方大家一会儿也可以讨论讨论 看看约拿丹身上有没有什么 值得我们就是说借鉴的或者 那扫罗这一块呢 我想他这个结局呢 实际上可以说也是他自己造成的 一再的这个偏离神的经约 一再的想要建立他自己的国 最后是被神来被神弃绝之后呢 甚至在我们上次讲 甚至来交诡啊 为了他自己 所以说这个就已经是背叛神到了一个非常不可挽回的地步 所以说他这个悲惨的结局呢 实际上是因着他 他自己这个 等于说是他自己的一个应有的一个结局吧 我们看到就是 从一个以色列的王 一直到这样一个悲惨的结局 实在是看到这个 如果不在神的这个 不跟神的这个经论发生关系 想建立自己的东西的话 事实上 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这个最后三章 从大魏跟扫罗两个角度就是 萨摩尔基上就到了 就是说以扫罗的结局为结尾 所以那我就 我就先分享这么多 弟兄姊妹们再 再来加强 阿们 他讲得蛮清楚了 这是一个转折的时候到了 扫罗就到这里 就 就结束了 这是彻底的结束了 大魏那下面就就开始真的 他已经被列为王了 就开始 可以说就就职了 下面在下面一张 嗯 那这个转折是谁做的呢 这转折还真不是人做的 刚才徐良讲的 其实都是神带着做的 大魏带着转折的时候 事实上是被逼到一个左右为难 为难的什么程度 你想大魏如果真的是有份于非力士人去杀扫罗的话 那 那这个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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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那真是那真是没法说了过过过不去了这个事情 那谁能谁能把他从这种信心下解救出来呢 其实我也有神啊 其实这个时候大魏可以说他的失恋真是到了底了 他前两次啊 前面有很多了 比较严重的两次 就是杀他的扫罗被交在他的手中 他可以不杀 他有这个自由啊 对吧 那这一次失恋 事实上比那两次啊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是更厉害的 他没有自由 不去啊 那这个时候 真的体现出来 那他怎么办呢 我相信大魏那时候唯一能做的 就逼到那个程度 主啊 我我我全部交给你了 至此我也不会去 我我也不会去杀扫罗的 他那时候恐怕就到了一个程度 就是真的把自己完全交出去了 前两次他可以逃跑啊 现在没地方逃跑 现在也没有他的选择 可以 可以不上 所以这个是这个角度换讲的最大的失恋 是可以说是失恋已经到底了 阿们 这时候他经历 我相信他经历的就是神的主宰了 他跟神他是绝对是确定的 我就是这样 阿们 在这里也是看见大卫 他在这里也是看见大卫 经过这些失恋 他呃 是成熟了 做王 嗯 达到成熟了 这么看出来 从另外一面啊 啊 这个是比较清楚的 这这张是第三十张 三十张 他回来呢 他不光仅仅是回来 这样他回来 还是要解救他自己的人呢 他说住的地方 喜格拉已经被亚马利人给用火粉烧了 嗯 你说早不来晚不来 他就是这个时候 嗯 是是亚马利人是 是是 是强了很多地方 那他就这个时候把 喜格拉一起用火粉烧了 那回来他处在这个情形 那他这个失恋在哪里呢 一面啊 许亮刚才他也点出来啊 这 第一面呢 至少啊 他这个时候 他没有像众人一样的反应 嗯 他圣经呢 是讲他呢 是因着神的哪一句啊 是对坚固是吧 第六节 对 第六节 对 因着耶和华 他的神对于刚强 嗯 这个是很不简单了 这个没有对神经历到一定程度啊 那绝对 他不是怕死不怕死的问题 这时候天然的人就是跟人家拼了 不是说不要拼了的问题 他那是凭着自己天然肉体 还是要到神的面前 这个时候还能够到神的面前 这个完全是否认自己的天然肉体的 天然肉体的没有人不会有反应的 嗯 这种情形 嗯 家人被掳 死活不知 嗯 而且同伴呢 旁边的人呢 都恨你 要杀你 嗯 那这个时候呢 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什么 就是 他的耶和华神呢 嗯 他要不要去到他面前去呢 嗯 这个是他的成书 嗯 他还真的还 还不是一般的祷告 而且把以弗得拿来啊 嗯 嗯 他叫祭司来啊 嗯 嗯 那第二面呢 是他得胜了 这个更 这个是个比 比前面去信靠神 更大的训练 嗯 由问题了到神面前呢 经有一些经历以后啊 是可以 是能做的 愿意的 因为经历 神是真正的拯救 嗯 可是 得胜以后呢 嗯 嗯 得胜以后 你看自己看出来 他对神的信靠 刚才训练讲这一面呢 啊 这就是他说 这不是我的得胜 嗯 他这是耶和华神 赐给我的23节 是吧 那这一面呢 就是 就是显出来 因着神 他对人的 这一面 一个做王的人呢 他不仅要没有己 要神在他里面做王 他不仅是 以神为王 而且呢 他能够 神 对人的 这个供应啊 这个生命啊 能够接着他出来 所以他这个时候呢 就显出了这一面 对人的这一面 你看 哎 那200人没有去打仗 那400人肯定生气啊 但是他要是站在神的角度上来说呢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就你家有六个儿子 四个刚强的 能够出去干活 两个在这软弱的 难道那两个软弱的 你就不给他饭吃吗 可能那四个哥哥还真有这种想法 但是做爸爸的 他 他更要 更要顾得这两个软弱的呀 都是他的儿子啊 所以他已经 他的心怎样啊 已经是 占的 与神是依的 而且这个事情呢 你看 他这句话很有名的 他这句话 他说是 二十四节啊 他说是下到战阵的得多少 留下来看守器皿 器具的也得多少 应当大家平非 这完全不是人的想法 完全不是今天的这个 这套 这完全就只有神果的规则的事 这是神的果度在他身上显明出来了 那 那这个呢 还成了是以色列的律例和典章 这句话呢 就是明明白白的就是讲 神的果就是这样的律例和典章 阿们 而且你看 他是什么 还顾得 别说去了那两百人 还跟他跑了一段 根本就没有去的人 下面你看 是啊 都把他列出来了 他把这礼物都分出去了 分到哪里去了 你看都分到西伯伦去了 分到到处都是啊 分的你看 各地啊 那你看 我觉得这一面呢 真的是做王啊 你想想 这不是 不是一个天然的人呢 是一个君王啊 他预表的就是基督啊 我们的基督就是这样啊 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啊 我们就是 哎呀 我跟跟跟 怎么就是跟不动了呀 我们的君王是在这怎样啊 在这里照顾着我们 阿们 我们就要留在家里 你看 他那个点呢 谁得的礼物了 你看 看守兵器的 你看 我们就要留在家里 我们有份于这个征战的 我们就 就就得 我们就要留在神的家里 你看那些啊 就是他以色列民的 在犹大地的 你看 那些大城小城 通通得到卢啊 所以弟兄姊妹啊 这一点 就看到这个 我们的君王啊 基督啊 是这样 因为他预表的 就是基督啊 所以我们无论 怎样软弱呀 甚至是 我们怎样 我们留在神的家中 就有啊 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一份 无论我们怎样刚强呢 我们怎样 我们的得胜啊 我们知道啊 像大卫一样 是神让我们得胜 是神赐给我们 是神的主宰 我们能够刚强啊 感谢赞美主啊 能够与主一同征战 那这是主给我们的怜悯 何等的荣耀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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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那扫罗这一面呢 看着扫罗 他 他的儿子 三个儿子 你看都 战死沙场啊 从 这一面上来看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哇 他 他即使戴错 他也像一个民族英雄啊 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啊 就这样 他就这样 真的很凄惨 甚至是被羞辱的最后 你看 有没有这种 在这个感觉啊 觉得 好像扫罗没有太多感觉 觉得越南越南丹 越南丹就挺可惜啊 是 是的 嗯 这个就就是许亮 当时提的另外一个问题 大家可以 可以 可以交通交通 越南丹为什么竟然落得这种下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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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简单回想回想 就是越南丹跟大卫 是有过不止一次接触的 对 对 嗯 他其实知不知道大卫要取代扫罗呢 嗯 我觉得他应该是知道的 对 嗯 他知道 他还说他是 他有在国里第二吗 嗯 但是他为什么没有 继续跟随大卫呢 阿美 嗯 嗯 我觉得 对谁来说都是很难的 不是吗 嗯 嗯 是 我们很难从我们的 天然的感觉里面出来呀 嗯 嗯 我是他的父亲吗 嗯 嗯 所以他一直想要 劝服他的父亲不去杀大卫 可是 哎呀 我觉得 其实很多时候我读到信约里面 他说 啊 父母 要反 要 他是讲到说 我不是给家里带来和平 是给家里带来纷争的 其实那一个 我很久都不能够理解 嗯 是不是说我们要爱吗 可是什么时候又会说 好像江人要彼此的反呢 天然的爱嘛 阿美 是的 嗯 阿美 嗯 我觉得越南 但如果现实生活中有这样一个人的话 你觉得他是一个很 很好的人 是啊 是啊 他对他父亲也 那个 他对朋友也 嗯 好像很很完美啊 是的 但是我觉得就好像 以后你不走这条道路 我也走这条道路 我还是要走这条道路 因为我走这条道路 是应着神啊 不是应着你啊 我们 我们 在天然里 我们是会觉得说 好像 很不舍得 很不舍得 天使跟他说话 或者怎么样 让他去跟从大卫 他没有去跟从 那可能是他 有点欠缺 但如果 如果神没有 没有直接向他 启示啊 那 那他 好像 是的 马可福音 第三章 有一个例子 耶稣的母亲和兄弟来 站在外面 是 就有人 去叫 叫耶稣 说 你的母亲和兄弟 你的妹妹在外头找你啊 耶稣回答说 谁是我的母亲和弟兄啊 嗯 然后他 环师那些围着他而做人说 看哪 这些是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 因为 凡实行神旨意的 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父母 母亲了 阿们 所以他这个就是 耶稣就这边 做了一个例子 就拒绝 天然亲属的 天然关切 阿们 是 不留在天然生命的关系里面 嗯 是的 阿们 是的 这 约纳丹 给人感觉 他是一个 好人 这个印象是蛮深的 好人 其实扫罗 也不感觉 他是个多坏的人 他只是在神面前的时候呢 那 这就很清楚了 是的 他不是神心里中的人 没有否认他是 神心中的人 神还是能用他 对 所以说这里边有太多 就反转我们观念的 一些启示在里面 这个就反转我们的生活 我们不是要做坏人 他那个点呢 是 他为什么 神还能够用他 他有神可用的那个点 嗯 那就是他明白神的心意 嗯 他能够让神在他身上 能够还是有路 能够做王 嗯 那那个我们的后边 我们复习的时候在具体讲 在具体内 那这个地方 约约纳丹呢 到底神跟他有没有清楚的讲 嗯 那我们不敢讲 但是只是从一些经典上呢 感觉是约纳丹本人 他是知道大卫是要做王的 而且清楚的 他是被高为王了 嗯 嗯 他也清楚的知道 他父亲是被窃弃的 对 那这个时候 他作为一个好人呢 不是一个神人呢 那就难了 嗯 他真的是左右为难 大卫是 是他喜爱的 这是神所拣选的 他父亲那是天然的关系 在那 三个儿子啊 恐怕他要么是长子 要么是最优秀的 意思提约纳丹丹 他的父亲啊 他的父亲可以说 在那要建立一个王国呀 就是要约纳丹来 继承他来剁王的 嗯 他父亲跟他关系也是非同一般 他跟他父亲的关系也是非同一般 因为他父亲看好他 嗯 所以 到头来呢 只能说呀 约纳丹 这事情给我们看见了 不能够活在天然里边 对 做一个好人 乃是啊 真的是到神的面前 其实神没有告诉他 他也得到神面前 因为他多有为难了 对 到神面前呢 去求问 阿们 很清楚的抓 我应该 站在哪里 阿们 我怎样与你是一 对 是的 那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感觉呢 就是如果他真的跟神是一的话 没准啊 他整个家都得救了 扫罗有可能不至于到了这个情形 他家里有一个人 跟祖是一样 我现在这个家给祖就有道路了 他是没有任何的办法的 就一路走到这个情形啊 基里坡山呢 今天还在那里 基里坡山 以色列人 那在我们的生活中呢 这个情形其实也是常有 那我们也听见很多见证 对家里啊 这个第一个得救了的 可能 我们 听见的我们周围的人可能不多 但是我们上一代的人 其实还蛮多的 在家中呢受排挤 在家中呢受迫害甚至 那父母呢 就会迫害你 迫害 迫害你 就你为什么要受信主耶稣 因为我们是信别的的 结果呢 就是因为他这样站住 我们台湾有个林弟兄 他家里还是教鬼的呢 他就是 就是这样站住 结果到头来啊 他家里人呢 他真的就得救了 连他父亲 这个教鬼的父亲 人死的时候都跟他 其他的孩子讲 你要跟着你这个哥哥 那事实好像是带来的 是救恩呢 阿们 好人呢 有可能就带进灾难了 那是一个 跟神配搭的人呢 带进来 就是神的祝福 阿们 是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 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功课 因为我们到了这个撒末纪上的结束这里 下面撒末纪下开始就是 讲就是大卫就建国了 所以你也可以说 在这个点上 也就是要进入国度的时代 是 转时代的转移 那到底在时代转移的时候 谁能够真正进到那个时代里面去 那如果在这些人物里面来看的话 那就是大卫啊 是 还有跟着大卫的人 所以 我们刚才说 但很好很好 很好也没有用啊 就好像我们这一次 刚刚这个周末的这个特会一样 讲到挪亚 对不对 在挪亚那个时候 也是有很多好人啊 可能还有人帮助挪亚来建造方舟的 阿们 是的 可是最后进到方舟 只有挪亚一家八口而已 对的 所以当我们进到这些话里面的时候 我们里面需要很清楚看见 到底 神的经文是什么 今天不是一个好人不好人的问题 不是这个天然善不善良的问题 对 今天是到底我们是走在神的心意上面 是走在神的旨意上面 对的 嗯 对啊 那所以这一次要来冬季训练啊 是这两本书嘛 我相信 我只在这个时候 来这个进到这两本书里面 那就让我们看见 我们可能要预备这个时代的转移啊 是 是 我们盼望 弟兄姊妹我们能够 好好的预备啊 到时候 训练的时候也能够好好的进入 阿们 也许啊 我们就蒙神的怜悯 将来时代转移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 进国度的时代 阿们 阿们 成为一般这个 就像那边大卫 跟随大卫 成为一般与这个王作息的一般人 是 阿们 这个王一同征战 这个王一同作息 是 一同进到这个国度的时代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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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阿们 这 最后这两章啊 大上 三十章和三十一章 一个是大卫的得胜 一个是扫罗的结局 这两个形成鲜明的对比 敬爱的两章 阿们 大卫的得胜 其实他并不是 好像 哎呀 他 神就给他多么好的环境 反而是 反而是 是这样子弟的环境 阿们 但是呢 他是因耶和华尔得胜 阿们 他没有比别人更高 他的环境没有更好 扫罗呢 他反而还有军队 他还有他的好所谓的一家人 他的环境不能说好 但是呢 也是不能说是好像比大卫的 他就怎样怎样 更差 没有 他的那个点呢 相比大卫呢 他没有耶和华的存在 对 是的 那 世事长他走的这一路呢 完全是 一次一次一次啊 你像两次交在大卫手中 大卫没杀他 这世事长是耶和华 一直向他说话呀 他任何一次啊 他能够回转 我相信都有救 他不至于走到这一天呢 即使到了这一天 他自己走到这一天 神也没有意思要羞辱他 他后边是被羞辱啊 没有意思羞辱他 怎么能看得出来呢 他这边还特别记载啊 这个激烈雅比的剧名呢 你看就来 激烈雅比 实际上是 还是在河的另外一边呢 在河的这个东边呢 这基利波山 他是在河的这个西边呢 越南河呀 他过来并不容易的 但是这一帮人呢 过来把他掩埋了 把他葬埋了 把他葬埋了 那这个呢 把他实体给葬埋了 这个事情呢 实际上是神所喜悦的 神并没有想羞辱他呢 因为我们赌到撒西亚的时候呢 神就借着大卫还在这里 祝福激烈雅比人 那当然激烈雅比 为什么是激烈雅比人呢 激烈雅比人是什么人呢 就是看一看 回头看一看就知道了 激烈雅比人呢 就是世界上是扫罗的老娘啊 家的外国家在这边的人呢 扫罗是是边雅敏人 当时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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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他是 呃 史诗纪的时候 他不是 最后是 各支派相互厮杀吗 他们就把边雅敏人给杀了 差不多 只剩一些很少的一些男的了 而且呢 他做了一个规定 其他的支派不能够把女儿 那嫁给 呃 这个边雅敏人 那怎么办呢 这个支派就完了嘛 所以后来就 就到激烈雅比那边人 那边人呢 当时没有参与去杀 呃 边雅敏支派 所以呢 他们就把激烈雅比的人呢 给杀了 只剩下了四百个没有结婚的女子 把这四百个没有结婚的女子呢 就给了 边雅敏人 做他们的媳妇 所以边雅敏就这样又 活下来了 这个支派 那扫罗呢 就是这个支派的 可以说他有这一层的关系 对 他是有一个生命的连接 也是 那不管怎样呢 从这个事情后呢 就能看出来 神 真的是在救他 一直到最后 其实他的尸体啊 也没有想去羞辱他 那这个就给我们看出来 神的同在啊 是至关重要的 不是外边的环境好坏的问题 那第二呢 就是无任何什么时候我们回转啊 神都给我们 拯救啊 阿们 实际上那两次大卫没有杀扫罗 扫罗非常被摸着 他两次都在 他都在讲说我儿大卫了 第一次他就放声大坡 第二次他就祝福大卫 所以很多的时候 我是觉得说 对我们来说 一面好像我们从天然里面放下我们那些肉体 我们那些野心啊 是难的 但是另外一面 若是不放下 事实上主摸我们的时候 我们可能非常的感动 但是若是我们还是继续走这条路 其实就是扫罗的结局嘛 他并没有不受感动 我是觉得说他受感动啊 他也说得很好听啊 他也是哭了呀 他也是认罪了呀 可是他还是继续朝着那个方向走 平分卤物这件事情 我有一点这个 交通 就是我把它应用在传福音的事上 比如说在台湾我们出去扣门啊 有些人呢 能够出去扣门 那个爬四楼的楼梯 可以爬上去 有些年长就上不去 最后呢 这个有人出去传福音 有人在家里面 不是看电视 是在那边祷告 在看守 至终呢 这个福音聚会来了 就有人得救了 那这个得救呢 这就是乳物啊 是 平分卤物 所以呢 我就是鼓励人 我说福音聚会啊 你一定要来 福音聚会 有人起来站起来受敬了 你就有份啊 平分卤物啊 感谢主啊 我们到现在就把杀上结束了哈 三十一章 今年的冬季训练是杀上杀下 其实杀上杀下就是一本书啊 原来啊 你看这圣经里说这个上下的呀 你看杀上杀下 王上王下 代上代下 这些哈 上下的都是原来都是一本书的 那新约灵说的前后呢 那本来就是两本书 它有时间的差别 零前零后 这都不是随便用的 嗯 那这个就是一本书 所以杀下呢 还有二十四章 现在文旅啊 TK啊 他们在服侍我们 每天发两章 我们 训练之前就完全读完了 是吧 文旅啊 我们按照计划的话 大概十 十九号我们还是最后一次 一个总结 学习总结 对不对 对 三马尔纪啊 夏 那个总结 所以到那个时候的话 正好啊 我们还有 从昨天算 一共十二天时间 所以说正好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四章说 就结束了 嗯 我们从下一个周四开始 就一个周以后 星期四开始 星期五 星期六 还有主日 连续四次 把整个三马尔纪 搭上撒下 也有一个 有一个复习 让我们弟兄姊妹啊 时间都预备一下 时间都不会很长 就是一个小时 星期四啊 就是八点钟到九点钟 就这个时间啊 嗯 这样我们也有一个好的预备 好好的进到 七明天中啊 享受 那丰富 啊 从天上浇灌下来啊 阿们 嗯 那我们今年呢 最后别看了 剩下这么点时间 我们能够输回光阴呢 可以吗 嗯 我们祷告祷告 就 结束啊 阿们 祝月书 阿们 祝月书 祝月书 阿们 祝月书 祝月书